比較像這一個明顯議員 你是台北市議員 你怎麼看這一場選戰 台北市相對藍綠的制度 大概都三成多一點 可是其實台北市最大的左右 最後的勝負關鍵在於中間選民 每次歷任的民調裡面 中間選民為表態 當然為表態有一種是不投票 可是台北市相較於其他牽制 台北市是政黨政治 政治要越淡化越好 如果你的意識形態越高 政黨色彩越強的話 你爭取中間選民這一塊 相對的難度就會高 或者你被誰討厭 就是說那個討厭的仇恨動員 對你仇恨值更高的話 就是說你討人厭的話 你基本上選議員沒問題 因為議員大概要8% 9% 你就當選了 你要選立委 甚至要選到縣市長 在台北市難度就高 所以第一個你要討喜 我認為這三個裡面 包括陳時中 黃珊珊跟蔣灣 仇恨值都不高 都相對都是討喜的 那所以就市政層次 這三個來講 如果純粹的 如果要選市政對市政首的話 黃珊珊最強啊 他當議員當那麼久 包括副市長在裡面 所有裡面都最強 所以現在對蔣灣安 或對陳時中來講 他不能失言不能犯錯 第一個他出場是很重要 他在講政策的時候 親營共居 多萬民鳳講的沒有錯 那個蔣灣安提出 親營共居的部分 台北市在做 特別內服最先實施 可是問題是 申請到現在半年 零 沒有人申請 有人打電話問 可是他案子推出來了 可是沒有執行 所以這沒有執行率啦 這就是問題啊 這可以做 所以說 拋出政策之後 其實說 我覺得包括陳時中 還有包括蔣灣 他要提出來說 柯文哲做不到的 柯文哲做不好的 我可以做得更好 他要證明說 他可以比現在柯文哲做得更好 你真的很適合當市長競選團隊的發言人 你講的這一個部分確實是 不是 我同意彭教大哥講 就是說你還是要回到本職 而且台北市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剛剛敏碰說 蔣萬安有去基層這個活動掃 我吐一下槽 那個跑到基層槽 你的TA都觸碰到同一群人 然後台北市有一群人比方說他住社區大樓裡 你根本一輩子掃不到 而且你掃不到 摸不到 問不到 敗票不到 所以除非你給他留下一個客觀的明顯的印象 不管那個是好還是不好的印象 那個都是在媒體或者網路的宣傳跟議題上面 然後那些票你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他可能最後憑他對你的印象 而決定他的投票行為 投票兩個嘛 理性跟感性 理性的話當然就說感性是認為政黨認同 或對個人認同 那理性的話最後就要看對你的感覺 或對你的政策的支持 那個萬安今天也是到內湖來 他到線頭土地公廟去參拜吧 我們幾個議員有陪他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可惜說 如果他有 因為內湖南港是黃珊珊的大本營 黃珊珊在所有各區裡面 內湖南港支持度最高 那當然這部分如果來內湖南港 我也認同剛剛主持人講 台北市包括特別來內湖南港 最關係的交通 第二個都根 台北市都根50年以上的老房 大家知道多少嗎 10萬5千多棟 台北市人口最老老房最老 就是房子跟人類同時最老 然後房子跟人類 萬一有個天災人禍的考驗 我本人都覺得很不安全 像我出去接觸到選民 當然接觸到是陸軍也比較多 基層的不論老的或是傲的 再問我就是第一個交通 第二個都根 老人家都問我說都根人是要走 那第二個交通 就很多年輕人跟我支持 包括我最近在推的道路平權 包括機車他們要上中下東路 這個機車平權 像他們就很支持這個交通的議題 那內科的部分 內科有21萬人上下班 那只有四分之一是住在內湖 跟南港的 他等於四分之三是要離開內科 那其中很多包括要上國道 每次在提頂那個回堵都在那裡 老實講你說柯文哲完全沒有動作嗎 譬如說我在議會質詢他說 第一個可不可以再加一個 從港前路增加一個港前大橋過河 這個要五十幾億耶 也要做可行性評估 其實交通局都有做過 那他曾經說可不可以先找軍方來搭貝利橋 先實驗看看讓單行道讓車子可以通 所以我也跟柯文哲我們去那個兵工署去桃園看過工兵 叫貝利橋 結果貝利橋軍方的貝利橋長度沒有那麼長 他要170公尺 所以柯文哲現在任內比較麻煩 剛剛敏鳳也講 他捷運在他任內八年任內 只有蓋了四公里在台北市頂埔延伸 就沒有成績了 他有在做譬如說東環跟東環如果依照規劃的話 照目前進度的話明年底才要動工 這些問題可以透過如何政策性導向 我再講一個 譬如說陳時中的 如果他要選的出廠室以解決內湖交通 他第一個出廠室 他就不是到記者會去 不是到記者室 我也附了記者室跟記者聊天 而是說譬如說他來內科搭捷運或搭公車 然後再拋一個說他對內湖交通怎麼去做解決 我覺得這大家有感喔 那譬如說他去做那個去老舊公寓 然後講說未來都庚怎麼做 這個大家也會有感啊 所以我覺得陸軍是一部分 講完目前最大的問題他在走陸軍 可是他在空軍這一塊完全沒有補強 這是最大的問題 三個人的部分人設基本上都不 都不討厭啦 基本上都算醜案值都蠻低的 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他們不能比犯錯的部分 第一個市政他們比黃珊珊弱 要去補強 第二個他們如何拋出具體的感動選民 讓大家激起投票熱忱 所以現在說要基本盤有 可是如果誰能突破四成 大概誰三卡都誰就能贏了 好不收好他 好不收好他 謝謝大家